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剁椒鱼头的做法 首先要用的是多辣椒、姜米、蒜米、鲜红椒、鱼头 这种鱼头是熊鱼头,我只选用了一半 先把鱼头上面撒一些食用盐 用手给它抹均匀 然后再放入蚝油 同样用手给它抹均匀 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做这种剁椒鱼头 不需要放鸡精 如果在饭店做的话,就可以多放一点鸡精 鱼头全部抹均匀之后,把它腌制三至五分钟 下面我们就开始上火制作 首先进锅上火,加入一勺少辣油 油烧热之后放入姜米、蒜米 先在锅中炒香 然后加入多辣椒 多辣椒一定要把里面的水给它控干 先炒一下 多辣椒炒香之后放入新鲜的红椒 因为多辣椒本身是比较咸的 加一点这种没有味道的新鲜辣椒 这样火在一起,味道会更好 直接把辣椒炒香 辣椒炒香之后关小火 放入蚝油 来一点点生抽 先一起炒一下 这样放入一勺白糖 加入胡椒粉 再放入蒸鱼子油 蒸鱼子油可以稍微多一些 关火 搅拌均匀 下面把它盛出备用 准备一个蒸锅 加水烧开 放入鱼头 然后把炒好的多辣椒 浇在鱼头上面 加上锅盖 用大火蒸12分钟 多椒鱼头是香菜当中的一道招牌菜 这种做法非常的简单 适合在家庭做 鱼头蒸好之后 借个关火 打开锅盖 先在鱼头上面 撒入一把葱花 然后直接取出 然后进锅 加入一勺色辣油 把油在锅中烧着八层热 油烧热之后关火 然后在鱼头上面 再加入一些蒸鱼子油 直接淋入烧热的油 一道非常美味的香菜 已经做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